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看赞助网站健康520的产品用户反馈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我们向您介绍了三高代谢宝 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 像是65岁的陈女士就告诉我们 在服用降压药三年之后 她的血压仍然是偏高 然而 当她停止使用降压药物 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她惊喜地发现 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着说 以为是自己的血压剂出现了问题 那么关于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访问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待给您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9号 网传视频显示 伊斯什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的替身 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 南加沙汉尔尼斯终于被以色列军队占领 数百名哈马斯分子从地道中爬出来 并且向以色列军人投降 但是还是没有人知道 哈马斯加沙政治局主席辛瓦尔的下落 至少是两个月以来 辛瓦尔放弃了哈马斯 没有和任何已知的哈马斯成员联系 乙军针对在加沙有关辛瓦尔的可疑目标已经轰炸了多轮 但是没有确切的情报证明辛瓦尔已经被炸死或者是逃离 被捕的所有哈马斯的首领证实辛瓦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他们联系了 而约旦媒体称 身在卡塔尔的哈马斯主席哈尼亚 正在寻找候选人取代辛瓦尔 推特账号 以色列战争20号发文表示 乙军指出 最晚在3月10号对拉法发起进攻 消灭哈马斯在拉法的四个营 对于哈马斯灭亡在即 加沙的百姓公开欢庆哈马斯早日垮台 视频显示 无数的加沙民众聚集在一起欢呼 脸上充满了喜悦的神情 以色列攻击拉法的计划虽然能够强力地打击哈马斯 但是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因为拉法聚集了150万名难民 有消息人士称 为了预防越境难民的增加 埃及正在靠近加沙的边境地区做出准备 比如建造围墙或者是宜为平地等等 不过埃及否认了这件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 乙军近期打击的对象除了哈马斯之外 还有真主党 黎巴嫩南部西顿市附近的加济耶存和爱因西尔维营地郊区 近期遭到了乙军猛烈的攻击 乙军称 这起行动针对的目标是真主党的武器库 乙军强调 这一行动是为了回应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一架无人机 凭着在中国大陆电视剧《步步惊心》中 饰演名誉哥哥一绝大红的大陆女星刘雨昕 19日在她的社交平台发文称 她带家人出门旅游 回来发现自己位于洛杉矶富人区的豪宅遭窃 家中的珠宝 名表 名牌包以及现金等贵重的物品被洗劫一空 总价值估计达到了数千万 她发的图文都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消息冲上了微博的热搜 照片当中保险柜被敲开 鞋柜被翻个底朝天 名牌鞋只剩下了空盒 家中一片狼藉 她发文称自己的几十年奋斗的家当被一扫而空 珠宝 手表 包 现金 钱包 卡等加起来几千万的损失 刘雨昕在评论区曝光了豪宅的诸多被盗细节 看起来似乎是心中有数 察觉到意思是熟人作案 她透露自己居住的社区以良好的治安环境而闻名 她本人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家庭安全 包括安装了摄像头和报警系统 但是窃贼仍然能够成功地闯入 并且实施了盗窃 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出发任何的警报 根据吉姆新闻的报道 刘雨昕及她的家人透露 事件发生在2月6号 当时刘雨昕带着家人在其他国家旅游 回到洛杉矶之后不再事发房屋居住 刘雨昕在和网友们互动时被提到 调查有结果了吗 她表示案件迄今没有进展 并且称不敢睡觉 给我维修的人说她家被盗了两次 砖投中国人 中国人都不敢在门口贴对联 她还透露她要求当地的警察 调隔壁的监控录像 警方说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 需要刘雨昕本人提供所有的线索 对于刘雨昕写下太恐怖了 洛杉矶的治安已经不适合人生存了 有网民回怼 没有人逼你去洛杉矶 有网民质疑刘雨昕炒作 她回应说 自己没有绿卡 没有换国籍 没人有心情拿这种事情炒作 并且愤怒地说 不懂他人的苦 就不要妄加评论 表示当初离开 是因为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想离开那个让他觉得压抑的环境 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一个人安静 刘雨昕表示 一边收拾残局 一边想哭 老天爷就想跟你开玩笑 不断地让你从头再来 也许是觉得 你跟过去告别的还不够彻底吧 公开资料显示 1988年出生的刘雨昕 是湖南省衡阳人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因为在电影《花木兰》中 扮演女二号柔然公主 在电视剧《步步惊心》当中 饰演名誉格格 为人所熟知 一度红的发子的刘雨昕 曾三度参加央视春晚 最近一次是2018年的2月份 她和李古一等 御用红歌歌唱家 共同表演 为中共涂脂抹粉的歌舞 难忘经销 远走美国之后 刘雨昕在社交平台的身份介绍 除了是演员之外 还有制片人 出品人 现居住洛杉矶 就任好莱坞电影公司高管 家中被到之后 她的IP地址显示是泰国 网传大陆疑似国产电动车 当街自燃 消防员救火的时候 高压水管两次断开 网民们纷纷嘲笑 中共制造的质量 最近网上热传一段视频显示 一次是一辆国产的电动车 在街边自燃 火光熊熊 浓烟滚滚 不远处停放一辆消防车 消防员正在忙着准备救火 首先呢 消防员拉出长长的消防水管 一名消防员手拿水管前端的喷水枪 准备喷水救火 结果消防车的水龙头刚刚打开 水管和水龙头的结合处就断开了 水流都喷到了地上 消防员急忙地关闭水龙头 重新连接 接好之后再次打开水龙头 水流刚刚沿着水管走了10米左右 两个水管之间的结合处又断开了 拍摄视频的女子用疑似是男方的口音 嘲笑这些消防员 又掉了 消防员只好再次关闭水龙头 重新接水管 这次水流终于是从喷水枪中喷出 这个时候质量电动车已经燃烧得差不多了 车顶已经基本上看不到火苗了 网友传播视频时配上文字字幕 国产车自然遇到国产消防队 妥妥的遥遥领先 还有网友留言 上个世纪80年代经常出入兵营 住房隔壁时消防队 交了几位消防部队军官朋友 太了解那些共北国的酒囊饭袋了 电动车用水灭火是没有效果的 说不定还会引发漏电造成的消防人员受伤 另外贵国消防员素质真的是堪忧 很让人怀疑这帮人到底训练过没有 中共当局重点支持的国产电动车 自然非常的频繁 社交媒体上相关的视频不断传出 但是在中共之下 很少有媒体做相关的报道 美国的经济学家艾瑟拉蒂 近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 最近的一系列数据显示 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多元化采购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中国与这些重要国家的贸易量已经大幅减少 当然这些数据可能夸大了成功的程度 因为中国企业已经将业务重新定位到第三国 并且通过其他国家转运商品 以避开这些富裕国家实施的关税和其他限制 这些操作并不记入中国的贸易数据 虽然这可能混淆了统计数据 但从实际角度来看 它的影响可能不是太大 因为正如西方国家所说的脱钩或者是减少风险 是为了减少被北京霸凌 中国的业务向第三国转移 本身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最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作为美国最大出口国的地位 这一荣誉现在属于墨西哥 主要是由于美国购买商主动的从中国多元化 这还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相对的重要性 截至2023年的11月份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智能手机数量下降了约10% 而笔记本电脑的进口量下降了30% 印度和越南的智能手机进口量都增加了4倍 尽管基数较低 总的来说 欧洲的数据不太完整 但是柏林的报告说 过去一年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量下降了约13% 初步报告显示 尽管中德之间的贸易关系发展了很长时间 但是美国可能已经超过中国 成为对德国出口的主要国家 日本和韩国也显示出与中国脱钩 统计数据反映了这两个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大部分贸易 围绕着在中国设立日韩企业展开 日本和韩国向中国出口部件和供应品 然后将成品重新进口到国内市场 中国的进口数据可能不可靠 但是日本和韩国向中国的出口已经下降 这表明他们减少了在中国的业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与此同时 日本和韩国向美国的出口已经增加 现在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贸易增长的唯一地区是依赖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的经济体 因此巴西和中国的贸易激增 去年巴西对华出口额增长了60% 比疫情之前高出了约60% 而巴西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增长了50% 尽管基数比较低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也有所增长 2023年其对华出口增长了17% 这一数字可能夸大了未来的潜力 因为它可能只是反映了北京取消了2020年 对澳大利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 恢复到以前的贸易水平 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也出现了激增 俄罗斯主要是能源出口 而大部分进口则是消费品 只要西方对俄罗斯的贸易限制仍然存在 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系可能会继续增强 这些限制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中国贸易的组成显著转变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在2018年到2023年之间 美国占领的中国贸易份额下降了2.5个百分点 日本的份额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 韩国的份额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 欧洲的份额下降了约0.5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 俄罗斯的份额增加了2个百分点 而巴西和澳大利亚的份额分别增加了0.5个百分点 东盟的份额上升了2.5个百分点 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东盟偏好中国的转变 而是因为东盟相对的迅速的增长 这些变化可能看似微小 却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 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 这确实表明了一定程度的脱钩 而且可能不会很快逆转 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多年了 它始于2018年 时任总统川普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 征收了高额的关税 川普在2019年又增加了这些关税 拜登总统保留了川普的所有这些关税 并对向中国出售先进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 以及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投资实施了禁令 最近拜登政府又提出了 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25%关税的想法 与此同时 日本努力领导国际社会将稀土元素的采购转移到中国以外 布鲁塞尔已经采取措施 对中国在欧洲市场倾销廉价电动汽车进行惩罚 毫无疑问 中国企业将继续避开这些限制 郑主自从首次实施川普的关税以来 一直在做的那样 通过在墨西哥和越南等第三国设立业务 或者是简单的通过其他国家转运中国商品 华盛顿正在采取行动阻止这种做法 中国企业的行为可能会绕过关税 也肯定会混淆对现有数据的解释 但是仍然是削弱了北京影响贸易的力量 这毕竟是脱钩的目的 脱钩或减少风险的模式显然已经开始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感谢您的收听